一大早太空舱里的航空员们 从刷牙洗脸展开一天的日常生活 这是大陆的太空人在外太空工作生活 第一周的实际情况 太空人换衣服也十分吃力 为了适应无重力的环境 不仅洗脸只能够使用湿纸巾 刷牙也是不能用水漱口 而这样的生活将会长达三个月 不过比起前一代的天宫一号 舱内只有15立方公尺 今年建造的空间站足足大了7倍 有110立方公尺 进入了自己的睡眠区 并拉上了遮光帘 这个遮光帘不光是遮光还能够降噪 因为我们在飞船上24小时都有机器在运转 噪音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儿的降噪能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医学指标要求上是低于50分倍以下 睡觉的空间也在升级 除了多了隔音效果之外 原先因为空间小 太空人只能够用睡袋挂在舱壁上 用站姿睡觉 现在生活空间相对充裕 让他们能够在独立隔间里 躺着睡也睡得比较安稳 这把下边实际这个把掀开 因为它不收力 把掀开底是有个储物空间的 它的个人衣物鞋都放在这个把下边 而上面这块有航空员可调温度的 独立的空间让他们在同事工作时 能不受打扰好好休息 而这个新打造的太空舱也大幅降低了 太空员们在无重力环境下所带来的不便 7月新闻中部中心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